好,歡迎來到玩具堂深水評測的時間 Brian和大家介紹的是一比六的新產品 這個是DID的一比六的巴頓將軍 鐵血將軍巴頓,因為有套電影70年代是這麼做的 說回產品,這次應該是他們第二次推出 但推算之前超過十年以上 而且每次DID的產品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們很講究的歷史效證 他們每次都會帶給新驚喜 純粹將質量再次提升 事實上,十年人時機翻身 三年,現在3D的鑰刻和打印都幫了很多 但DID有沒有用到這東西呢? 據我所知,很多頭鵰仍然是人手鵰 當然有3D要幫忙 但另外,他們很多時候的頭鵰仍然是用糖膠去處理 這個真的肯定我都幾相信 是全項唯一他們堅持 但堅持是否值得呢? 我覺得值得的 為什麼呢? 你看他的頭鵰質素就知道 這次其實他連續推出了兩個包裝 很有趣的,很搞笑的 這個是一個正常包裝 他也是用一個窄身的 換句話,少一些散件 但也相對價錢不貴 貴精不貴多 亦都令到顧客買得更爽 這個小小提議 其實前線兵仔也是用這個 一來運費 運費和零售商有多開心 另外就是佔地方 我想也不需要這麼大盒 總之又有多大方得體 我覺得很好 這次推出了他兩個包裝 是否會省位呢? 其實又不是單止會省位 他是想做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個真的根據歷史上的 巴頓將軍的樣子去描述 但這個包裝 他給了很多裝備 除了一隻小狗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裝備 還有另外一個頭雕 頭雕可能是一套七十年代的電影 T.A.P.J.巴頓裏面的頭 那個演員的模樣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其實我記憶中 演員和真人都很相似 其實T.A.P.J.巴頓的故事 本身是非常傳奇 因為在七十年代 竟然會拍一個二戰將領的電影 其實很少有的 而且這套電影本身也挺受注目的 好了 原來跟他個人來說 有很多歷史的題材可以說的 Backdrop其實也是舊 當然 大隻包裝的Backdrop比較廣闊 好像比較適合 但這個其實也很舊 官圖拍得很漂亮 這個真是多謝很多熱血的愛好者 或者一些從業人員 在背後默默耕耘 其實這裡可以講解一下 其實他們已經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我們 就不用擔心 不會騙錢 就直接去 信得說 直接去到他們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有些說明 YouTube的說明 即是動畫 即是動畫 即是 很嚴苛的 其實真實性是多少 真的沒有人知道 很嚴苛的 他試過掌掌那些大兵 掌掌掌兩個大兵 後來被高級上級訓斥過 公開道歉 這個將軍 為甚麼叫做將軍 也有這麼多 很壞都毀譽參半 就是他很努力去執行他的任務 每每都達成 甚至那時候在二戰時代 在德國族深國的圈子裡 他們是收到封 或者感受到巴頓將軍 不是很輕易對付的人 就是要小心對付的 變成了 在當德軍聽到他的帶領之下 或者他的軍隊來到的時候 他們零射就多分協議 就是感到逃避威脅 這個也可能是盟軍 特地造成的 即是有些傳媒 說他為了達到軍事目標 甚至對子下屬都比較差 那何況都會敵人呢 所以令德軍聞風喪淡 盟軍裡面是極之少有的 除了蒙哥馬里 在巴頓艾森婆馬里之外 其實都比較少聽到 先看一看 這個呢 我先試一下 捏到動的 其實呢 PVC我捏不到的 除非我是有少林大力金剛子的 肯定是糖膠做 但是糖膠做出來的細節 大家看看 是可以 是完全跟PVC那些 質量是沒有兩樣的 甚至我懷疑有些可能穿得更好 因為糖膠呢 是用一些比較低溫的膠去處理 當然呢 成形和保養 廠方是要做些功夫的 但是呢 因為它是比較軟身 它拉毛出來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 如果用鋼母PVC 拉出來 就要考慮刮花的問題 刮花一個白件的問題 所以呢 糖膠反而呢 因為它有彈性 在拔出來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但是我們的導購位 直舉例 其實耳朵那些要避一避的 所以呢 有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磅耳工 或者大耳牛的人 做不到呢 可能是這個原因 我沒有特地去想 因為我自己以前的工程 我就沒有想這些位置 交給同事 或者工廠的工程 去想 總之 像就算了 我的心態就是 事實上呢 我發覺呢 這個巴頓將軍 這隻耳都不是這樣的 是真的隻耳是不像的 我只是對過相片 大家都可以對一下相片 但是看回它的細節呢 那些皮膚紋 皺紋都出得了 經常都知道 做成年或者老年的男士 中年男士 容易做一點的 特徵多嘛 容易做嘛 最難做就是 18歲的女生 最難做 那眼珠當然有那些 叫做 Bling Bling 其實是指甲油 通常 類似的東西 令到它很光亮 由眼 其實你看到很多眼睛 的瞳孔 細節都會做完 不是瞳孔 是眼珠的位置 那些紋都做完 是做到的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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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做到 拍到 它呢 中間是真的這樣的 自己做project 綠眼珠 灰眼珠 藍眼珠都是這樣的情況 它中間其實很透明 旁邊的圈圈 眼珠圈 有深色 男女都是這樣的 不 不同顏色 眼珠都是這樣的 做些細節 其實如果用肉眼看 可能更漂亮 那這些怎麼做呢 這裏我就不說了 這裏就保留了個秘密 有兩種方式 高手是真的用手入 廠呢 有時候是不需要的 但在這裏 那些成年人 容易有的班 那些 他都做壞的 因為有特徵容易做些 頭雕講久一點 其實這裏的頭雕 其實一直都是在行業的前列 不過呢 就未受到廣泛注目 其實是有些原因的 那都希望呢 可以發現到給廠家知道 為什麼你有最好的技術差不多 但是為什麼 沒有最多的廣泛 認知度或者的馬劇和銷量呢 值得大家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其實太近就已經不漂亮了 反過來 你的眼睛也看不到那麼多 反過來 你眼睛看到的就是 就是那個程度 你放大了 有些人不漂亮 就是誇張了 所以現在頭雕是做得非常好的 是唐膠做的 那 一定要有些比較 很有經驗的唐膠廠 才可以處理到 因為唐膠仍然有縮水的問題 其實PVC都會 所以 頭雕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都是最大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學問 也會困擾很多新手 包括工程人員 包括廠家 包括品牌 包括設計師 是最困擾他們的 因為你做好東西 不代表你出來的結果 或者你的成果 是你所期望的 三方面 就不說了 這些為甚麼呢 標準也不能標準 因為他們的衣服 我見過最近新廠做的德軍衣服 不行 真的我直接說 不行 為甚麼呢 它是做到細節 車賣 很瘦又細 但問題是 出來的感覺是 像一個公仔衣服 DID其實做到很多功夫 我估計 所以都不怕說 我估計 其實它是 將公仔穿了衣服之後 再做定型 我們叫做時裝 做制衣 就是做定型 那種定型 適合你就適合 不適合那些 你慢慢猜猜 怎樣定型呢 即是穿好漂亮之後 它再定型 令到它像一個人穿上去的感覺 皺節紋 有些某部分的角度 肩膀、肩膀、肩膀、隔位 那些 拉準 另外 可能有適量的舊化 簡報料 也有關係 很多人會忽略 所以 當你的衣服穿得像一陣 出來的效果 就很像震人 看看這裡 這裡 其實這麼久 林彼彼的 為甚麼 它穿了一件 我們叫肥老褲 或是肥老褲 令到感覺比較好 也像一個成年人 尤其是白種人 比較大件的身形 出來的效果 你會發現 很自然 即是很人性化 這時候感覺最好 我這一刻 最不像的就是一手 因為一手是用一個 鐵線手 加上一個真實的材料 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去裝飾一下它 才會像樣的 身體應該用它們的身體 身體比較輕 但是 它裏面都是穿了一些 很肥老褲的東西 雖然已經有兩重衣服 有T-shirt 有襯衣 有胎 有browse的東西 但是 你不覺得它肥老褲 也不覺得它不清新 不適合比例 甚至還有一件東西 之後可以看到 其實它在比例的拿捏 真的做了一隻二十年 他們已經做得很好 很有經驗 其實真的二十年 威龍時代應該二千年 沒有記錯 這間公司其實 早期是磅威龍做代工的 去到2004年左右 就自己做了 開始 即是真的 自己牌子都二十年了 恭喜它 應該有二十週年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慶祝呢 好 再說到另外一件事 很多一比錄牌子都很怕碰 就是真皮筆 沒錯 用假皮做的筆 都不用說了 遲早的事 尤其是你放在那些位置 就摺得多 其實總快爛 這個摸下去 你一摸下去 真的只是真皮 因為假皮是更加軟 摸下去 身體真的很有彈性 但是呢 分別是摺不到 但是真皮是摺到的 摺到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有摺紋 有皺紋 因為它是皮 只要我們人老了 有皺紋 但是它要再用人手剷皮 這些很薄 剷皮 剷到那麼薄 其實損害是很大的 很大 很高的工藝 我這麼說 然後做出來 一來的比例是適合 刺到那個比例 另外就是 剷薄了就不會那麼膩 那就更加刺到 其實這對筆穿了那麼多雞眼洞 穿了三個皮帶扣 還要穿上是真的 唉 我想這對筆穿了 人工 你看這幾行線 四行線 兩行兩行 四行線 然後這裡回合 兩行線 好多人工 最主要是鞋底 其實這對筆穿 可能你在市面零售價 買到過百元 公仔千多元 真的值得 那你出廠 我大膽說出廠幾十元 當然拍攝漂亮 BOSS 這個其實真的沒什麼興趣 將軍 我都拍打打殺實的 這個不擺姿勢拍 就看看 這張CAT帽 軍官帽 軍官CAT帽 全部Frapping做的 帶下去就 想怎樣砌一次呢 帶下去之後 給你一些提示 你試試用風筒或燙斗 定一定型 高溫是令它有變化 還是之後 將它用自然風 或者自然溫度 令它凍 這樣形狀就會 稍稍可以做到你希望的樣子 記住 如果看到膠肩部分 你小心 不要吹太大 吹得太熱 會溶掉 這裏應該沒有的 其實小時候 經常都是迷絲 為何軍頭這麼暑 有一個很大原因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在後方 不在前線 是帶了一個膠盔 帶了一個膠盔 是比較小 因為真實也是有膠盔 我們四個玩膠盔 因為膠盔 一方面有些保護作用 另外作為鋼盔和膠盔之間的屏障 你會看到真的會帶雙重盔 這個本身已經是雙重盔 這裏的美軍盔 很漂亮 這是金屬的 我已經證實了 二戰時期已經有透明膠 這是一個防風鏡 防風鏡 防沙都可以 他會帶的 還有一些小小的隨文 他初初參戰時 會訓練一些兵 訓練一些機械部隊 裝甲部隊是他訓練的 他訓練先 因為當時美軍和之 很大型的 全部主力是裝甲車 即是其他車的部隊 他就負責幫忙去訓練 和帶兵 他去到北非戰場 那時很想和龍美穎交流 但發現龍美穎去到 原來龍美穎已經不在戰場 他很想擊敗龍美穎 但龍美穎被調回歐洲本土 但那場仗他答應了 後來他跟客屬說 我也是答應龍美穎 因為這個部署是龍美穎臨走部署 雖然他人不在 所以我也是答應了他 另外他有一個自己 同軍的偶像 就是艾森毛威爾將軍 艾森毛威爾將軍 反而還有一些趣聞 就是他在一戰時期 其實他們兩個已經認識 當時巴頓更低級 當時艾森毛威爾是將軍 他在戰場上 是沒有任何特別的裝備 但當時沒有被彈衣 有沒有頭盔 我沒有看清楚 他會帶著 在前線 真是最前線 在敵人見到他的地方 他竟然在這裏自在 出出入入 弱點是完全不怕死的 所以他這個作風 是很感染到巴頓 亦都很令到 當時他能夠帶兵 是比較有效益的 這個著名的專用唱 為什麼他的手柄 全部用橡牙把 可能是用橡牙做的手柄 兩把都是這樣的 通常我會看到這把多些 這把有些花紋 這些像印紋 這些像客紋 這些像客紋 即是在帽子裡 已經做了客紋 嘩 可以轉的 看出來 細緻變成小 嘩 真是 很精細 這些都不是 時空見慣的 玩開給老朋友 還有一件典型的Tranco 很精細 腰帶都做了 還有這包 不理會 是皮的 應該是皮的 因為我問過他們創方 其實皮件那些 是否全部用真皮 因為鞋用真皮 就知道了 其他部分會不會用皮 但我觀察很多都用真皮 這個都是真皮 但肯定是用真金屬的子彈 逐粒都推出 肯定是皮的 因為你發現那些光澤是不平均的 厚薄都不平均的 它摺的情況都是不平均的 那這些就是真皮 這個色彈尾比斯 就是像陳皮後面的那些 像真皮 模糊的 模糊的 很薄的 這個是標準的美軍的 彩膠帶一扣 是這樣用的 一扣下來 好幸運 好幸運 挺順利的 證明它的工程很準成 亦都是 workable 或者playable 好棒 這樣 這些就是值回票價 你知道你的錢勢在哪 這個就是 我們標準版巴頓將軍 另外一條影片 或者我會再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個單獨售賣的 當然可以一起買 的accessory部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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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